10月底的低位14,600那些位置開始上來 上到18,400樓上 其實當時只是半個月的時間 升了3,800點 都是很急和很大的升幅 所以之後你見到正在做整固 各位提到就是整固完 如果你說不明顯跌穿50天線 其實大家想像是OK的 當然昨天曾經輕輕輕輕穿穿過 但是下午中後段開始都抽回上來 所以整個格局就沒什麼特別大改變 我想現在就仍在118天線裡面運行著 但是從個勢系審慎立功的地方 我想今天比較好的地方就是升得來 那個成交是挺舊的 就是半週都一百多億了 其實比起上個多禮拜整股的時間 其實明顯地是又大了 所以如果你說接下來能夠保持到 譬如好像全天又去到2千億 但是如果你說有可能一千六七億這樣的一個交投 其實市是有條件再推高一些的 而且始終你整個市港股都弱了大半年 只有這個兩月才好一點的 所以我想如果現在向上第一站 當然一百天線才提到 拖到這些位置一萬八千四五的 那你才看可能靠近萬九邊樓上 我想一級一級去看 但是明顯地的看法就比之前來說是正面一點的 那我想幾個方向 加息大家都覺得力度會減慢 薄伏會減慢 而來內地又是繼續有些 當然疫情還是反覆了 但是還是炒了一些復償的方向 而來就內防 剛才提到很多政策 那這些都是對氣氛有個幫助 那我想這幾個大的主軸 如果沒有特別大的逆轉 又不是突然間有什麼負面的事情再出現 其實港股年尾之前 我想反覆事分高一點的機會還是比較大一點